大家好 我是王布朗 说半导 今天呢 要谈一个新的话题 其实跟我们前面谈的 Nikosilis来是连续的 我称之为魔鬼极限制程 这个极限这个字 用在contact上面 这是绝了 因为的contact是目前 所有电子元件里面 最困难的这个制程之一 基本上 在所有的制程 也没有比较更难的了 你这个做不好 这个元件就完了 那么这个做得好 是必要 我配充分条件 但是一定要做得好 那么今天还是谈Nikosilis 那么它的主题是说 你当你scaling到极限的时候 你的考量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跟它有关的叫做 Dopen Segregation 我称之为排挤效应 这排挤效应 有没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缺点 今天是我们要谈的主题 我们回味一下 这个跑得太快的Nikosilis Stress 还有它的Cellability 都不太一样 对各种 核金元素 它的溶解度不同 就是说 基本上很难 就很难 很讨厌 很难伺候 你低温嘛 就长得不均匀 高温嘛 就变质 加热太快 也变质 这邻居容易起冲突 特别爱品质 不佳的substrate 这些我们上次都谈过了 给大家复习一下 那么 这里有 很多这个Silicide的 这个细化物的 规划物的summary 那当然我们重点 就是这三个 世界目前为止 其他的还没有存气候 那么就这三个 Tai Silicide Tai Silicide 我们讲过了 C5是4 最好 Cobot Silicide 是一个过渡的 那么Nikosilicide 就是现在 现在真的流行 因为他的电度最小 他可以降低到10 其他都是15以上 对不对 他就是 就这么 已经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但他的这个 你看那Multian Temperature 最低 990 其他都1300 1500 所以说他的 高温稳定性不足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我们做材料的 任何一个材料 如果是低于 熔点的 2分之1 甚至3分之1的时候 东西就开始动起来 起作用 它的好处是说 它消耗的这个 这个Silicon 比较少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 那么 在这里呢 有一个有意思 Controlling Formation Mechanism 到底谁是主角 我们前面讲 Niko Silicite 跑得最快的是Niko Tai呢 跑得快的是Silicon 是Silicon在跑 而Cobo最讨厌 Cobo可能三个都在作用 看你在什么环境跟温度 你看说Cobo 在Cobo 2是Si Silicon 或Cobo Si 你看 就是2Si 就是Cobo 那么Cobo Cobo 在Silicide 它是Low 7的时候 它是Cobo 在Silicide 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 但是你高温的时候 这两个都动 很讨厌的 那么Niko Silicite 是Niko 那么它的Controlling Formation 这边一个是Diffusion 那这里讲Diffusion 其实它也有点错误 因为基本上 它还是常常会出问题的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这个 它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这边又有一个 Silicide 也做得还不错 这个地方呢 特别要跟大家提到 是跟前面呢 差不多 有时候数字上 或有些差别 不重要 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这里谈 你看这个所谓的Kinetics 就是说动力学而言 它是什么Control Nucleation Control 还是Diffusion Control Cobo 这个Mixed 这个Mixed 那么这个 你看 但是这个Niko 跟Platinum Platinum 是Diffusion Control 但是Niko 它却是混合的 本来我们前面讲说 Niko Silicite 是Diffusion Control 但是你要注意到 它很容易形成Niko Silicite 它是Nucleation Control 这一点呢 变成了这个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Nucleation NCG跟DCG Nucleation Control Growth 就是基地成长 这在我们做极限 Scaling的时候 常常就必须把它弄薄 这里要变薄了 Silicite要变薄 越变薄越好 Silicite越薄 当然你Morphology Morphology就是表面的凹凸 Morphology 表面凹凸不平的 就越来越重要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这个 如果是你这个 你这个很厚的话 那么 相对应很一大坨的话 这么有一点点凸出来 那也没什么关系 你现在很薄的话 那么这一点点凸出来的话 那么它表面积就赚得很大的重要 那这么还有一个 Pyping Defect 我们也讲过 这个是 我们暂时先不理这个部分 通常来讲 Diffusion Control 给你一个 你看这是一个 刚开始你Deposit 你的这个Nickel Silicite 或者是 Ti Silicite Cover Silicite Nickel Metal先Deposit上去 然后呢 你开始成长的时候 你变成Silicite 增加变成Silicite的时候 如果是你Diffusion Control的话 它当然 它这就很均匀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非常均匀 Very smooth Smooth interface Nucleation就是 等于是发豆 就是等于是发芽嘛 这个你看 都绿豆芽出来 这绿豆芽出来就不均匀了嘛 对不对 你这边本来都是一片 很长得很圆秤 你突然冒出来 第一 我没有空 我没有办法控制你怎么长出来 第二 你的电阻搞不好 搞不小是高 是低 通常是不好 通常更糟 我们要最干净 比方说 Nico Nico Decilicite Nico Decilicite 不是Decilicite 你如果出来了一个Decilicite 你电阻就高了 那我就损失你这里的电阻 所以说这个是 非我所欲 因为它因为它有一个Rub surface 那么我们现在回会一下这个像Nico Decilicite的Face Diagram 你看看 它有这么多 在这里有这么多的Decilicite 它先形成了Nico Decilicite 然后最后就冲到变成Nico Decilicite 在越来越高的浓度之下 刚开始是Nico Decilicite 当然最前面而见是Ni2Si 它有很多很多Decilicite 还有一个Epsilon 太多的起古怪的像 你这820才形成 说是这么说 到底是不是这样 你也不知道 OK 那么 你看你看它 当你在极薄的时候 你说本来这里 是820吗 你说这个 Theta 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 是820左右 你说那不用担心吗 我没到820 请他什么 但是 如果你是在极薄的时候 发现 一些牛鬼蛇层 可以大量在低温限期 你看这些症状的东西 这些东西 188的东西 就出来了 那出来了以后呢 而且它 但它不稳定 它只能 比方说Theta 仅存于370到420 B是Theta 但这个温度 正好是我们RTI RTP1的温度 那你就控制起来 会有 会产生那个像的时候 你如果你没有控制得到 让它突然增加的时候 你就惨 简单的讲 你放上去的金属薄层越薄 古怪的现象越多 你看本来不会出现 本来是 820以上出现 那你要370 叫400左右 400上下 二三十度 你就出现 那这不是 是非我所欲 对不对 那你这样就不行 这Scaling的巨大挑战 OK 那么 而且呢 现在我们前面讲 我们加白金算了 加白金可以稳定它的相位 OK 确实如此 你降低相位以后 结果 但是太薄的时候 还是出问题 竟然 拒绝降低电子 你看这个 在10纳米之下的时候 Niko就冲上来了 Niko的这个电子就冲上来了 你加了Platinum 有好处 它可以延缓 稍微延缓一下 大概一两个纳米吧 延缓一下这个 电子增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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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薄越增加 这个 这个 线向有延迟的 有延迟 可以延迟一下 但是呢 它发现它整个电子又上去了 这整个电子上去 你看 比方说这里是 纯的Niko 你加了白金 5%是红线 电子 这个地方的Baseline电子 增加一点 然后你加了10% 又增加了 这个叫做 Alloying Effect 简单的讲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这个 所谓的 合金效应 电子 它 会因为你有些合金 电子上升得很厉害 这是它的 电子的一个特色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太薄情了 这个你看吧 那我们前面讲说 你这个太薄的时候 就生成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到底 什么厚度开始增加 那么这个研究是10啊 或多少 可是呢 哪个研究 这个做到结果不一样 比方说 这个研究认为说 你在小一四纳米的时候 它根本不会形成 你看这个在大一四纳米 比较厚的时候 它就按部就班 Niko Ni2 这个 Niko 是我们要 最后再生成的 这一步一步的 是我们想要 这个不错 这个 没有什么特别 这是我们 从像图上 看到 这是OK 但是如果你太薄的时候 它发现它不是 它没有办法形成 Niko 为什么呢 正常的相变 这就是为什么 Niko太薄 它称为薄琴 薄琴 电阻成越高的 这个原因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 这四纳米 我们称之为 Critical Thickness TC 这是不是 我们能够改变 这个Critical Thickness 吗 还好 还可以改变 这薄琴的模样 Effect of alloying alloying on 这个 Critical Thickness Critical Thickness 你可以加一些 合金 比方这个 来改变 比方说 这个实验 做得很有意思 当然 加了白金 大家都知道 Niko 本身 是这个 这个Base Line 还有Cobol 加了Cobol 加了Luminum 变成 都加10% Luminum Cobol Platinum 来看一看 它的稳定性 PT 它能够撑得住 在2纳米 Kritical Thickness 是2纳米 Niko 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Cobol 就多了一点 但是它有一些 模糊的力量 然后 Aluminum 就更厚 所以说 每一个 这个 加的 合金不同 它的 Morphological Stability 不同 Aluminum 你看 都很平滑 这个 都3纳米 6纳米 3纳米 比较 Niko 到6纳米 就不行了 所以说 Niko 就是4 到6 它又不行了 就变成 agglomeration 就一大堆的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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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upation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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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cobo呢就是有些谋乱 这些是蛮乱的区 这个PT呢 3纳米就开始不行 所以说PT虽然能够 在高温而言 它能够抵抗 延迟到 延迟到 这个PT 它能够让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的温度增加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对不对 加了PT以后呢 它变成那个 在silicide的温度呢 就提升了 所以它的热稳性 热稳定性增加了 但同时有一个不好的代价 就它的critical thickness变少 就是你把它弄很薄的时候 它很快就出问题 所以它不能够太薄 也不能太厚 就是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它的process window 整个而言 就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这个 要稍微跳一下 我们前面讲到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along effect 没有解释清楚 就是电阻 加了这个 这个合金以后 出现问题 那怎么办呢 这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电阻啊 因为你加了合金 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你说那你第一个问题是 白金的电阻 比nickel高还是低 其实它比nickel高很多 比黄金差更远 就是白金就是黄金啊 竟然在电线上差得很远 简单的说 这个合金 你可以看出是一种 含有大量杂质的金属 这表示你有很多散射点 scattering 就是说 电子喜欢有规则 你在这个金哥 里面跑来跑去有规则 你跑得很顺畅 但是突然 你来了一个杂质 你就撞见它 撞它了 你就撞上去 不想撞去 你就乱弹 整体的电子 就跑得慢 电子跑得慢 就是电子增加了 就nickel的电子而言 这个白金很讨厌 又令人又爱又恨 因为nickel platinum合金 它电子不减反针 但是nickel platinum silicite 又增加了 nickel silicite的热稳定性 所以说 好像没有 天下没有白色的午餐 这个加了白金也不贵 它有它的好处 那缺点也确实 要注意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介绍一个 这个查电子的神器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站很有意思 OK 你看这个是 materialSign这个网站 它这里呢 你看就把所有元素啊 你看这个 我们讲nickel嘛 nickel的电子 Electrical resistivity of chemical elements 69.3nano 然后你看pt呢 105nano 很讨厌 非常讨厌 白金子呢 仅仅是22 你看 金子的电阻是白金的五分之一啊 所以你可以见 而且nickel呢 是它的一半 是pt的一半 所以你加入白金啊 你的电阻自动上升 即使是个完美的合金 它也是自动上升 加上它不是完美合金 它混乱在里面 还产生更多的scaling 就电阻升高更多 讨厌了很 那这个是很有趣的网站 啊 介绍给大家 那么 那么 这些alloying fact 它又还有在物理现象 有很多合金现象 电阻在这里 给大家谈过了 另外一个有名的呢 叫做 这个tural conductivity 热传导系数 也有一个很严重的合金现象 你看看 我们最著名的是 silicon germanium 这个是silicon silicon大概是 这里应该是很高的 你看不到 高上大概100吧 然后这个germanium 大概这个50 40指数在这里 但是你把它混合以后 你看它的热传导系数 就变成7跟8 比原来它们的各自的 热传导系数 简直差了差不多一个数量级 它其实就是只有7倍的siO2 就等于一个绝缘体一样 所以SIGI 它在最讨厌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热传导系 非常非常的差 那为什么那么差呢 因为geminium特别大 silicon小 所以你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 电子在跑的时候呢 它看到的geminium 就被挤在一旁 自动速度就慢下来 其实简单的 假如说那么简单 你说把它做成nanowire 把它变得很细很小很小呢 好一点 好一点 对不对 你基本上下降 那个曲线还差不多 只是说稍微好一点 这样子这样说 还是有这种 Bellshank 这个叫 枣盆曲线 甚至为枣盆曲线的现象 电子嘛 有的电子也是这样 那么 这个 导电 导电有这个现象 有些金属确实有这个现象 那这个地方是热传导 这个场子 给大家这个谈一谈 补充大家一下 对于合金啊 在 热力学 在合金这个热力学 在这个各种 材质啊 合金材质的电性 跟热传导性 有很大的影响 不要想象 它是 绝对不要想象 它是一个什么线性 而你加10% 那我就 就就线性化一下 在测围在热传导上面 而且 查得太远 那么我们 今天要讲的 另外一个主题是 Dopent Barling 就是 Dopent Segregation 这个图 我们提过很多次 就是说 你 任何一个 Metal跟Semiconductor接触 比方说 这个是你的 Selisa 这个是你的 Silicon 接触以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 Shorter Barrier Height 它总是有一个 Shorter Barrier SBH 这些东西呢 让你 电子的流动 变成困难 因为这是一个 能接 这个未能接 你要 你要 你要得到能量 才能够越过去 才能过去 才能导电 这就 它必须带 它的Building Potential 那这个东西 永远存在 很难搞 搞说 找什么 没把它降起来 是有啊 有人可以 把它稍微调 或是调得很低 都有 但是结果都没有办法量产 因为你加东西都很古怪 你不然的话 一般来讲 你是很难 几乎是不可能调动 有人说调动 写配 在亮相上 都看不到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把这个 简单的讲 就是把这个 这个Space Charg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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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区 把它弄薄 下注加豆盆 把豆盆 concentration弄薄以后 这里呢 这个 这个地方的 depletion region 就变得很窄 这时候呢 它就不是 电子就不是穿 不是跨过去 而是穿过去 Tunnel 这是一个 量子理学的观念 这个墙壁很高 越高越好 高到无极限的时候 你就过去了 就好像你 你一个人 要走过这个墙 这个墙 如果是有限度高的时候呢 你是过不了这个墙 那这个墙 如果是无限高的时候 理论上 你是可以 有机会穿过这个墙 出现在另外一边 这就是量子理学的妙处 那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墙变得又窄呢 这个地方就是加个Doping 这就是 Doping 我等一下讨论一下 为什么叫霸力 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RC就会下降了 对 那我们讲Nickel on Cilicine 那其实在这个前面讲 加Doping 可是你在Silicon Carbide 却不是这样 Silicon Carbide比较讨厌 Silicon Carbide 它形成一个Metal Contact以后 它形成的是Nickel 在Nickel Cilicine 跟Graphite 跟Graphite 但这个Graphite 很奇怪的事情是 它会产生一个Vacancy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有 可以啊 可以形成一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地方把它凹下去 看到没有 它把这个区啊 变窄了 把那个区 这个Depletion Region 这么宽呢 但是因为一个Vacancy 这个Cilicon Carbide 这个Cilicon Carbide 在这个地方 附近的关系 它的区域变窄了 这是一个 Silicon Carbide 一个特色 所以说现在目前呢 很多的 Silicon Carbide 这种Cilicon Carbide 股票 吓坏了 那么另外 那我们现在来讲 通常呢 我们现在用的 比方说 我们是 M嘛 是 NSD Source and Drain 用Posphorus Posphorus 我们用氧化 逼宫法 可以霸凌它 把它挤出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你氧化 比方说你氧化 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的时候 你可以用氧化的方式 把表面 把一个 Silicon Posphorus 比方说 Silicon Posphorus 已经有 原来呢 是这个高度 原来是 5层10的 11脂肪 OK 那你可是 你用氧化 逼宫 方法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在 你在 你在 你在这个Silicon Posphorus SIP上面 把它加个氧 把它氧化的时候 它形成SIO2 那么 Posphorus 在SIO2的 溶解度 非常的低 它就被挤 就被总族歧视 被挤出 被挤在门口之外 你不能进来 就把它推出去 把它推出去 把它霸凌 把它推出去以后 我称为逼宫嘛 你看 本来在这里 它就往上冲 往上冲 冲到 10的 22次方 这个就是 我们要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 这个地方啊 我把想办法 把我的浓度 我的浓度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这东西已经弄好了 你怎么动它 如果我用氧化的方法 把这个doping的concentration 变高 冲上去了 那我不就把 等于是这样 把电阻降下来了吗 因为我浓度增加了 我的carrier 的concentration 增加了 你看 我们来一算 phosphorus啊 在doping segregation的时候 你看 它比较起silicon 我们来算一下 silicon的doping silicon本身的 latus concentration atomic concentration 5成10的22次方 这个seniminate cube 那么 你这里P是1.5成10的22次方 那就变成30% 表示说每三个硅云子 就有一个被取代 三个到四个 这很恐怖啊 这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doping 非常浓的doping 但是 后来发现它没有被 没有全部被激活 有点中夯不中右 那这种方法 至少大家说 这个有意思吧 segregation 霸凌 doping霸凌一下 把它把前面那一点点 挤得高一点 这就是这个 所谓的doping segregation 那么后来就 我们看一下霸凌吧 doping redistribution 这个silicon siO2 它说前面是phosphorus 看到了 那么你看 它这个地方就往上挤 就往上挤 那波容呢 没有 对不起 antymonic arsenite arsenite gallium 都会往上挤 还有一个m 叫做 这个 应该就是 redistribution parameter m solubility in silicon versus solubility in siO2 比方说 你这个 在siO2的溶解度越低 那这个值就越大 你看 phosphorus 浓解度 是在 这个siO2的 这是一的话 这是十 就是它的十分之一而已 它几乎不容 差很 差很有时候 就会 就会往前面挤 肯定就往这边挤 但是波容不行 波容倒过来 波容 它喜欢 对不起 这个地方是被挤上去 波容是倒过来 波容 它喜欢进来 oxid 喜欢进来oxid 这是波容 它被吃掉 它反而 被siO2 吸干 抹净 对不对 那吸干 抹净 它这个地方就降下来 所以这个是波容 case 其他的是这个 其他的都是不容于 就是 溶解度非常低了 不是说不容于 我们就说 什么东西 极度低 就是说不容 它就不容于 这个oxid 所以说 就相对有点 就挤上去 因为这个oxid 要往前走 它有一个moving front 要往前走 可是它又进不来 这个样子就往上冲 这个呢 那么后来讲 后来讲说 但是siO2对波容 毫不排挤 没什么意思 就OK 你进来就进来吧 溶解度相当高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说oxidation 会这个样子 那么nitridation呢 我们可不可以用个 process 来做这个事情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两个都能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 用智神来控制 这个表面的 token concentration 是吧 这个不就是一个 智神功能师的梦吗 结果发现不行 对不起 last month nitridation 对波容 segregation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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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 什么用 所以说这一招啊 做梦啊 但是没有 这个现实是常固的 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一招啊 基本上 在波容 在PFET来讲 没有用 nFET嘛 也没什么 没什么用 因为 因为你PFET不用 nFET就没有人用 就这样 那么 那我们现在讲 Nikosilisa 那他对波容 跟Arsenic的 排挤效应如何 这有人做实验 Arsenic 确实有 有那么一点 是有一些 这个 有排挤效应啊 是有啊 对不对 那你说 为什么会有排挤效应 那里面动的东西呢 是怎么回事 这是 这是 简单的讲 你可以这样想 我这边写 当Nikosilisa 在形成的时候 它一边吃掉 Silicon 一边又对 Dobin 产生排挤 它Dobin 被挤掉 Nikosilisa 之前 看起来好像这样 其实没那么简单 因为Nikosilisa的硬力啊 有人说 它形成一个特别的像 这个像会产生一个硬力 那么 Vacancy 这个Silicon 它对面 Silicon 的Vacancy 浓度增加了 那么 Interstitial就减少 这两个的成绩是一个constant 那是Law of Mass Action 它们两个的 是达到热平能 所以这个多这个就少 如果你有一个process 把 它的Vacancy 的这个自然 Vacancy浓度增加了 那么它相对应的 Interstitial浓度就减少 那你Dobin的Diffusion 如果靠的是 Interstitial 那就扩散不利 它就动不了 现在它又动不了 那么动不了 那么就继续做一些实验 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它其实是一个小排挤 包容 简单的讲 Dobin在Nikosilicide的分布 和前面讲 前面讲到的Dobin在Silicon SiliconDioxide 有些不同 前面讲的是 这个是蛮简单的 你看这个我们 再回去复习一下 这个Dobin Distribution 它就这样 是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下 就一个风 一个波风 但是啊 一个Silicide是不一样 它通常会产生两个 比方说对于这个Boro 它在高温的时候呢 这个Silicide呢 这个example是 它度的时候啊 它先把它摆在里面 先把Boro放在 整个的里面 整个sample里面 它再加热以后 发现它重新分布 变成这个样子 它的界面 会高一点 会高一点 Boro最深 它在这个形式 还高一点 在Arson那个 好一点 没有好多少 没有太多 它都不太多 这一点你可以注意到 那么Phosphorus呢 Phosphorus更不一样 Phosphorus是有个 很大的特色 因为什么呢 Phosphorus容于Nikosilicide 却不容于N2 这个Silicide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那个 如果是刚开始 大部分都形成 DiNikosilicide 但是它最后 在长出来的时候 当你这个Nikosilicide 变成SI Nikosilicide的时候 最后会形成两个波峰 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而这个现象产生呢 你的Phosphorus 其实啊 在界面而言呢 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 没有增加态度 所以这个整个颜言呢 将Silicide 对于DiNikosilicide的影响 不如它的力量 不如Oxidation 你可以这样看 Phosphorus在Nikosilicide 跟这个Silicon的界面 就好像Boron 在Silicon跟SiO2的界面一样 因为它融于它 这个Boron也是融于SiO2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它的表现 差不了多少 就是说它无法形成很强烈 对比的这个 Posphorus也很强烈对比的 对比的这个 Segregation The Doven Segregation 它就不清楚 就没有像这个 逼宫霸凌这个味道出现 它没有那个味道 我就称之为这个 小排挤 它也包了 这是我的意思 那么大家在做这个 所谓的 我们墙面讲说 你这个Dopin 这是这个Diffusion Major Diffusion 是Cobre还是Nikol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呢 这个称之为 做实验来讲 叫做Cocondal Effect 就是说 比如说你前面 在里面放一个Marker 这里面打进去Zeno 叫做Zeno Marker 然后你加热让它成长 然后你看这个Marker的动作 相对应的动作 你就知道 比方说Marker往右动 那就是Metal Diffusion 如果Marker往左动 比方说是Silicon Diffusion 就是朋友这个人发明 这叫做Cocondal Effect 用图来了解 那么我们台Silicine Silicon是一个Diffusion 是一个Major Diffusion 但是Nikol Silicine 我们知道是Nikol Cobre我们两个都混合 看什么状况之下 这个是很有名的 Cocondal Effect 它怎么样了解 谁是谁 到底是谁做主角 它是用Zeno Marker 把它是用打进去 我去观察 这个Zeno 这个实验蛮有意思 OK 所以这个简单的来讲 我们讲了 今天讲了什么 Scaling 当你变得很薄的时候 出问题 对不对 很薄的时候出问题 太薄的时候 本来不应该出现 就出现 各种很奇怪的像 小一4纳米的时候 跟你口言是4纳米左右 但还有别的 你参加了白金 看看你白金种类 那核心总类 8纳米会把你降低 2纳米就不行 对不对 那么这个要厚一点 比较好 那我们上次讲过 Nikosilisa要 它的厚度要增加 你的那个 Defact Number才会减少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你知道这就好像 你Process window 到处都是Corner 很多东西就把你限制住 比如说你做实验 发现这个又不行了 那个又不行了 但它的Windows很狭窄 这为什么Nikosilisa 到后来才 才要用 因为它实在是太难整 Tysilisa还好多了 比较起 它是有些缺点 但是如果能够用的话 它就是温度太高嘛 如果能够用的话 大家还喜欢 还是喜欢用Tysilisa Nikosilisa是真正不得已 它电阻要是不是那么低的话 就没有人要用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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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